百度实际上是白装甲武器中的纪录 并肩进场国军汉马车可上山下海功能 白白总只不过用了快30年 每每遭受撞击模样像极了废铁 要逐步太除国军交付军备局209厂 中科院研发新款征收战斗车 不仅有数位迷彩涂装 配载4成4车辆载具底盘外挂装甲 还搭配遥控枪塔系统 至今研发中连样车都还没出来 但市面上却能买到大陆制Q版的 装在纸盒上一辆只要新台币160块钱 车身上中华民国陆军军辉还清晰可见 眼尖一点的军事迷更发现 这上头搭配的武器还酷似三菱练炮 开始射击 都还是保密阶段的 那为什么在对岸其实可以看到相关的模型 已经在平台上面做流通 立委质疑是有人把机密泄露出去了 毕竟连立院收到的国防部资料 都还没披露的资讯 市面上却不仅看得到买得到 而且网友评价还很不错 有些人也许好大喜功 就已经有人请厂商做了这个模型 不过拿到军事专家手上看看却好像有蹊跷 这个模型很清楚了 它是一个就是说整合式的一个构型 这个部分就是车体的结构差异 然后就是车顶的这个武器站跟那个关通系统的这个设计 是比较不一样的 可能是就是基于一些商机 所以他就是用一些既有的工模 即便相比之下不是百分之百像 但偏偏玩具车在样车之前先问事 加上优势大陆制也难免被联想